蠢榮大學大眾傳播系於2022年2月26號 舉行一年一度的思源日活動 當天除了有籃球和排球比賽 用餐時更搭配了學弟妹的趣味影片 不僅能夠凝聚在校生與畢業稀有的情誼 也讓學長姐再次重溫大傳系的生活 大學的時候我就是系籃的 出社會之後還是大家都有在打球 其實系籃的感情都還不錯啦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藉由運動 去增進學長學弟之間的互動 本次活動由大傳系系學會主辦 趁著連假期間凝聚了共近40位 畢業校友回校一同參與 今年主要分為三大部分 系籃系排的友誼賽 聚餐環節及系友會議 當天也共同推選出新任會長 在未來幫助系會成員 讓接下來的活動進行得更順利 每一年都可以看到以前帶過的學生 在外面事業有成 非常開心 就是說現在還在校的同學們 將來畢業之後 也希望大家多多回來參與 由此可見 四元日的活動讓大傳系彼此之間的關係更緊密 希望這樣的傳統能一直延續下去 讓長榮大傳一直保有這樣團結的心 記者林又齊 陶詠欣 泰南報導